讲座 讲得非常好 下面咱们网友和杨和平老师 做一个现场的互动交流 有问题的网友可以排卖 排卖的时候 我把你的马甲加成红马甲 你这样能到你说话的时候 你就可以讲 杨老师可以回答 你记住提完这个问题以后 把自己的脉关了 这样否则的话会有回升 这样我们请杨和平老师和网友 做这种沟通 下面是共产主义读书会 在脉上 请你向杨老师进行提问 我给你加个红马甲 不需要简单的 平时在这个打字上说个半天 为什么要 现在可能搞多党制 最简单的一个 我们是一个立场 就是无产阶级 被剥削阶级 被压迫阶级 是工农大众 劳动人民的立场 一个观点 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是一个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 也是一个目标 是这个共产主义的目标 所以我们不需要搞多党制 就是在有问题 这个不能形成统一意见的时候 实行民主 多数人 少数服从多数 在实践中检验 这是我这个 这个刚才这个谁啊 这个杨和平提到 这个走资派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走资派 最关键的一个 就是他是认为 这个资本主义 比社会主义要好 所以他要推行 资本主义的政策 这是这个走资派的核心问题 这个观聊 这个是一种 多学阶级的思想 这个 所以说这个 最关键的问题嘛 我觉得就是 应该是讨论嘛 不能说 别 就多人说话 我觉得对不对 你也可以发表一下这个看法 造成一个 探讨真理 谁说的对 大伙就是 应该是 就是在真理面前 人人是平等的 你反观聊 反观聊 不能到我们这儿 又是一个新的观聊 谁就把持着脉 谁就可以说 要什么 你这个 可以定一个时间 你比如说 一人说话三分钟 或五分钟 咱们大家都平等 你不能说你到这儿 谁一说就 别人不能说话 那个谁 共产主义读书会 这位网友 我们请来杨和平老师 做这个讲座和交流 杨老师 他也不经常 有时间到这个频道 所以 今晚上这个时间 主要用来 和杨老师 网友和杨老师之间 做一个交流 有问题 这个要探讨的 可以提问 这个有不同意见 我们改天 随时都可以上麦 来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样下面 从下面这位网友 来做这个提问 听得到了 非常感谢杨老师 在北盲之中 跟我们讲这些 精辟 应该说很深刻 我就是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 杨老师对中国 这个现在的阶级矛盾 那个激烈程度 怎么看 也就是对这个 革命高潮 什么时候能够到来 第二个问题就是 杨老师对这个 薄熙来到重庆的 这个模式 是怎么看的 谢谢啊 同一个问题啊 其实啊 就是说 就是比越比容易宽容 如果我们现在发现 自己的言论自由 受到限制 它说明了什么东西 说明这统治阶级 不自信啊 他不自信 他草木结冰啊 挺可怜的 他现在还非常缺乏自信啊 说你如果自信了 你就不怕别人说了啊 怕别人说 因为他不自信啊 这也是说 斗争矛盾的激烈程度啊 那么啊 美国工人阶级 运动高涨的时候 你像啊 四十年代后期 为什么要有一个 麦卡锡时代 把共产党人 从这个工会里边 从政府里边给清洗出去 也是因为资产级 他不自信啊 他怕这个共产党人啊 革命者在工会里边 在政府里边啊 能凝聚越来越大的力量 所以他必须要把他共产党人 在这里边清洗过去啊 清洗了以后啊 那么啊 这个啊 他就表达出非常大的自信啊 所以这个那个啊 这个我们有没有言论自由啊 他所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自信程度 他他越自信 我们有言论自由越多啊 那不一定是好事 我们言论自由多了 如果不是因为通过我们自己斗争获来的 而是因为资产基金足够的自信了啊 那么不一定是好事啊 所以呢 现在这个啊 我对舆论的控制这么严 说明了这个啊 阶级矛盾的这个啊 激烈程度啊 这统治阶级的不自信啊 这是一个看法 那么对啊 从啊 什么高潮什么时候来 我我不是算命的 我以前算命都失败了 以后就不敢算了 啊 这个没法说 但是有这么一点啊 咱们可以在一个比较啊 比较长的这一个啊 历史趋势来看 对吧 那么现在呢 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是越来越严峻啊 那么08年那场经济危机到现在还没有完结 这个欧盟区还是仍然在挣扎着啊 那么啊 美国现在就是靠印钞票啊 过日子啊 他的就是他的寄生性 他的腐朽性啊 越来越明显啊 美国作为一个啊 实际上最强的工业国啊 可能在一战以前已经是了啊 那么作为一个超级大国 二战以后就是 但是美国现在的没落是越来越明显 从七十年代可以是个转折点 七十年代初是转折点啊 从来以后 美国的工人的这个工资 实际工资水平逐渐下降 美国国内的这个生产能力越来越下降啊 产业越来越空心化啊 尤其中国加入WTO呢 很多美国的产业 美国的这个企业都 挪到中国来挪到拉丁美洲啊 所以呢 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啊 继续维持他这个啊 霸权地位啊 超过半个世纪五十年的可能性不大 不大啊 所以我要算命了 我就说 就说这个美国啊 我们啊 有可能在五十年代看到美帝国主义的灭亡啊 但是美帝国主义的灭亡不会是和平的啊 就像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和平的一样啊 那么这个美国的没落啊 欧盟啊 他的相对情况要比美国好 那么日本呢 也不愿意永远当孙子啊 他现在是敢当孙子不争霸 美国说啥他干啥啊 那么中国呢 不愿意当孙子 他以前只不过是装孙子 很多人把过去中国是什么卖国了之类 其实人家是装孙子 得把装孙子和真孙子混在一块啊 那么日本呢 是真孙子 他呃 美国控制他 他没有国家主权啊 美国让他干什么的干什么 他不敢跟美国抗衡 那么中国呢 还不是美国控制的 中国没有美国军队啊 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啊 那么啊 他装孙子啊 基本上不跟美国抗争啊 这是那叫韬光养晦 那就说等我们强大以后再说啊 不等于他愿意当孙子 那么中国要真崛起啊 那么这个这个崛起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不是真正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崛起 而是资产阶级掌权的崛起 那么这个崛起如果要能实现的话 他必然要和西方列强啊 这个啊 争夺市场 争夺资源啊 那么这两话就会影响中国将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啊 那么中国啊 确实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啊 要么学日本干当孙子不争霸 美国说啥就干啥啊 这属于切美派的主张 要么就是学俄罗斯的普京啊 不当孙子力争霸 有多少能力干多少啊 那么呃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日本他当当孙子 因为他二战打败了的啊 中国呢 不会甘心当当孙子的 所以啊 这之间帝国之间的争夺市场 争夺资源的斗争啊 呃 会越演越烈啊 所以呢呃 这这这场斗争呢 从长远来讲 就说这个呃 我也谈到一个关于争霸和这个呃 反霸的这个差别啊 中国崛起 如果资产阶级的崛起呢 它是争霸 无产阶级的崛起呢 是反霸啊 那么反霸呢 能教育全世界人民啊 那么争霸呢 它不会啊 所以呢呃 帝国之间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 会教育全世界人民 包括美国人民 啊 美国人民呢 呃 有个很根本的特征 就是他是啊 呃 主人公的精神非常强 他是打包不平 坚毅有违啊 他是呃 他现在认同私有制啊 他并不认识到 美国是一个帝国之国家啊 但是呢呃 美国要搞起呢 扩张 他必须欺骗本国老百姓啊 越南战争的时候 60年代的 秦越战争 他就是靠欺骗老百姓 那后来老百姓呃 在越南战场发现呃 所有的越南人都恨美国兵 那么美国 美国老百姓就不干了 说弄了半天 你说我们到那去是反共的 结果人都反对我们 那我们那干嘛去啊 啊 所以反战情绪越来越高涨 最后美国打不下去了 不是他武器不够先进 不是他没有能力 他是因为老百姓不支持 军队不支持 人们他在越南打不下去了 最后不得不撤军啊 所以呢呃 所以在呃 如果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啊 美国人民啊 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 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啊 这个就会教育美国人民啊 但是你要是跟他争霸 那呃 不会教育美国人民 那会到反而造成一种凝聚力啊 所以呃 你说的革命的高潮呢 我觉得这和呃 资本主义世界争夺霸权的斗争 有直接的关系啊 因为我觉得还是毛主席讲的一句话 要么是战争引起革命 要么是革命制止战争啊 啊就这两条呃选择啊 那么呃呃呃呃 你至于说这个呃呃 重新模式啊 怎么说 我觉得那个呃呃 还是一个一个根本问题 很多人呢 没有把呃政权的性质看清楚 还以为呃呃 现在的执政党有可能通过内部的人去转变他的性质啊 这是一种确实不切实际种幻想啊 这个现在是资产级掌权资产级掌权 它不会让任何人去改变政权的性质啊 那么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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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良啊什么东西 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啊 什么改良我们支持 什么我们不支持 不在于我们到底得到了多少利益 而且这个改良是怎么造成的 如果是人民其中通过自己的斗争 获得的资产的让步 哪怕是很微小的 都值得我们庆贺 但是如果统治阶级 为了自己的统治 主动的啊 出发出的一些改良措施 他是欺骗的啊 他是去分化瓦解我们的队伍的 你看美国在请约战争的时候 他一方面股东老百姓 美国老百姓 为他的帝国主义卖命 到越南去打仗 一方面他又向贫困宣战 开始发放了很多福利的政策 福秀这个给穷人发放很多这个福利东西 那么这种东西呢 它是欺骗性的 所以呢我们不能就说 凡是改良的 我们只要有好处 我们都支持 你得看这个改良 是通过人民群众 通过自己的斗争获得的 还是统治阶级主动让位的 这是很重要 很大的差别 那么这个 所以说中国现在的改良 真正的改良措施呢 官方给的东西还多了多 官方现在搞了很多医疗 那个叫什么新医疗的农村的搞医疗 搞什么社保 什么农民减税 那人家是真的大的 最这个怎么说呢 是最伟大的改良者 人家真有意思 你看农业税为什么被减免了 实际上就是征税的成本太高了 当时各地反抗税的斗争越来越烈 这个地方官员收不上来了 所以政府主动把它税给免了 然后唠个好话 但是如果老百姓看不出这个免税是因为人民斗争活来的 而反而把它认为是一些那个这个政府的英明 那就是一种欺骗的行为 大家没有看到这个实际上是人民斗争的结果 所以这里边咱们对这个当权者的看法 不要有任何幻想 他是统治阶级 他是资产阶级 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官僚垄断集团 什么这里边的人呢 他们之间他会为了争钱独立 会有很多这个说的很好听的话 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啊 现在还是比较天真 比较亲信 我在美国看那个民主党 共和党 这个两个争论 好家伙 那太这个让人这个诱惑人 所以中国你看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家们这个作秀的这个水平啊 还远远比不上美国的 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那个作秀真是厉害 好家伙 欧巴马上台的时候 那么多老百姓热泪盈眶 家伙是我们胜利了 那才是我们胜利了 但是胜利了或是得到什么东西呢 欧巴马上台改变什么了 什么也没改变 他就改变了啊白宫啊 驻白宫人的皮肤颜色 由白人变成黑人啊 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改变 不能否认啊 这也是人黑人群众人权斗争几十年斗争的结果啊 但是这个本质 美国的社会的本质没有改变 黑人的绝大多数穷苦人民的地位没有改变 黑人当总统不赢不改变资本主义啊 没有啊 所以呢 这个啊 呃 最越来越突出的显示说 这个里边根本的问题呢 是呃 阶级问题 哪个阶级掌权啊 所以这个我们呃 要呃 要呃 要真正要考虑的是怎么怎么通过人民区 我们叛变是非的标准的 不是说老百姓得到多少利 而是看人民群众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是不是获得了进一步的觉悟 他的觉悟是不是提高了 他的组织性是不是提高了 他的战斗性是不是提高了啊 从觉悟性组织性战斗性来衡量一切东西啊 不在这个人们的这个这个花言巧语啊 各种说的东西啊 他会把打着毛泽东的旗号 因为毛泽东啊 在民族主义者来讲 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但是呢 他们把毛毛泽东思想的惊悔全部抵消了 毛泽东关于阶级阶级斗争 哪个阶级掌权啊 整个这个社会上的道路的核心问题 他们全都不谈啊 所以呢 他们把打出毛泽东西的口号来啊 所以这个在中国现在啊 这些当权者他的合法性需要毛泽东西的这么一个啊 马甲啊 他没有这个马甲 他的合法性很难这个啊 获得人们的啊认同啊 所以呢 那么啊我们看问题呢 就得啊 还是要回到阶级阶级斗争啊 从这里边来分析啊 掌权者是什么 最根本不要被一些政客的表演所迷惑 工人阶级一定要在这个中国资产阶级内部斗争中 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啊 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这里边呢 就是啊 因为中国现在是统治阶级分两大块啊 中国资产阶级分两大块 一个的是啊 国家垄断官僚资本 一个是私人资本啊 掌权的是国家垄断官僚资本 那么在野派的是私人资本啊 南方报社体系了之类 他们代表的是私人资本 他们不是当权派 他们是在野派 所以这个咱们现在就说这个中国的阶级矛盾的呃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有也有时候也挺激烈的 前一段关于南方这个元旦社论的事啊 闹了一段那是那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啊 那么其实这个啊 咱们看什么事情还是要从阶级眼光去看啊 不能啊啊 看谁谁打什么旗号来啊 啊啊 还是那个啊 国际歌里边唱的一句最主要啊 就是从来没有救世主 全靠我们自己啊 这个是非常深刻的啊 有些人往往把这个忘掉了啊 所以你要是说啊 重庆的模式里边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战斗性 觉悟性得到了提高 那么我完全支持你 你得拿不出工人阶级本身的战斗性 组织性 这个觉悟性提高的例子来 那么我觉得你这叛变是非的方法就错了啊 我说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啊 就是从工人阶级本身认识到他自己的力量啊 不是通过个人奋斗达到个人解放 而是通过阶级阶级觉悟 阶级意识的提高啊 这样来获得阶级行为 集体行为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维护自己的地位啊 那么这样才能得到自己的真正的改变啊 哪怕是微小的改良 也是对我们的庆贺的 没有这些工人阶级本身的组织性 纪律性 战斗性 没有提高的这个例子的话 那么我是不认同的啊 这个是啊 这是我这么看问题的 好吧 嗯好 这个杨和平老师讲的非常好啊 我有几个问题是那个 前面一个同志呢 提了啊 就是重庆模式 就是啊 杨和平老师 对这个重庆模式的看法啊 那么提了 那我再 那么就剩下两个啊 一个就是 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南方都市报 不是有毛派的一些人去那里 不是反对他们的一个 反反对南南方都市报 他的一个行动 是吧 你对他们这个毛派的这些行动 是怎么看的 对他们的这个立场是怎么看的 是吧 就是这些毛派 他维护的是哪个阶级的利益啊 对不对 这是第一 这是一个问题啊 嗯 嗯 下一个问题是 我想知道就是 最近生 生继兰不是又当这个 据说是又又当这个 呃 对人大代表了啊 他是这个呃 从毛史毛主席时期 他就是人大代表 一直当到现在 而且现在已经 嗯 网络上是吧 大家对这个生继兰 这个橡皮图章 呃 非常的这个 嗯 反感是吧 呃 那你 呃 我想知道 杨和平老师 对这个毛主席时期的 这个人民民主啊 呃 公共阶级专政 呃 以及这个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啊 有没有自己的这个 呃 看法啊 认为就是说 毛主席时期的这个人大代表 制度有没有 呃 缺陷的地方 是吧 需不需不需要 呃 改改改进 是吧 好 我就出这两个问题 啊 我先回答的第二个问题 其实呢 文章里边谈到了 其实我们也刚才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呃 我不在乎形式上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怎么产生的 矛盾时代 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一个最具体的表现 其实就是当时打派仗 那打派仗呢 呃 不该打 那个东西 呃 说明群众的不成熟 群众没有区分 这个呃 如不不懂得如何呃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啊 但是呢 呃 打派仗呢 有另一方面反映出了 人民群众 确实有当家作主的行为 啊 他是通过打派仗 就说明他有这个权利 他有这个意识 意识 有这个愿望啊 有这个行为啊 所以这个里边呢 呃 我觉得是最主要文化大革命中的 大家大辩论 大那个 这个呃 大字报 然后呢 群众组织搞集会 搞游行啊 这都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一个具体表现啊 你说一个啊 呃 因为这个东西不再是呃呃呃呃保皇派掌权还是呃造反派掌权 这个都是人民内部矛盾 保皇派造反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啊 都是人民一部分 那么人民群众怎么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是在文化革命中探索啊 呃 这里边有很多经验和教训之道我们去呃去学习啊 这个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制度本身是个次要的 确实次要就像西方的民主那种议会选举一样的 那个他那个你改变不了所有真正的所有制啊 所以呢 根本问题是在哪个阶级掌权 尤其是掌握枪杆子的人 站在哪个阶级历程上 文化大革命里边的很多的武斗 就是掌握枪杆子的人 他们维护官僚特权 反对群众监督 造成的很多武斗的现象 对吧 所以掌握枪杆子的人 掌握国家机器的人 掌握这个暴力机构的人 他站在哪个立场上 为哪个阶级服务 服从哪个阶级的指挥 这个是最根本的问题 也就是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 这里边不是哪一个派说了算 而是这个 不管是造反派也好 是保皇派也好 哪一派上台 如果他反对群众的监督 他其实就是走资派 这个不在乎他的 他叫他自己什么 所以同样 我们不能看标签 我们要看他的行为 所以刚才我提示的两点 捍卫官僚特权 反对群众监督 我觉得用这个标准来去衡量 毛泽东时代 各种当官的也好 政策也好了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鉴别是非的标准 所以这就是对你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对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有这么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现在你所说的很多毛派 实际上是民族主义者 很多人呢 他渴望中国的崛起 但是他没有想到 在工人阶级 作为弱势群体的中国的崛起 肯定是走向帝国主义 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你要是工业要发展起来 你要转型 你要增加创造自己的品牌 你必然要和西方列强 争夺资源 争夺市场 那么这个 在这个 有意思东西说 就是今天中国 这个官僚国家资本 和私人资本的斗争 比较复杂 因为这个 其实中国这个 所谓的崛起 符合官僚资本的长远利益 也符合私人资本的长远利益 但是呢 西方列强呢 希望通过自由化 把中国的国家资本 给刮分开 变成私人资本 如果这个阴谋 这个可以算是个阴谋 如果这个方案 如果一旦实施的话 中国就没有崛起的可能 因为西方列强 跨公司制约 中国的私人资本 不管多大的私人资本 但如果是私人资本 他很容易被瓦解 分化瓦解收买 然后呢 就他不会成为一个 新的这个 跨公司之类的 那么中国 这个你看 中国的国家资本呢 其实还是挺聪明的 咱们不要小看这些统治者 他们很聪明 这么多年 涛王养晦 他确实就是 在不忍 不把这个西方列强激怒的情况下 他开放了一些 他认为不重要的市场 比如说是 餐饮宴 什么旅游 什么这个服装 什么这个食品 也没完全开放 但是很多地方 他认为不重要的 他都开放了 让西方列强 跨公司进到中国来 但是呢 有关国际民生的重要的地方 你比如说 能源 交通 通讯 金融 等等领域 他呢 是控制的是非常紧的 西方列强 至今没法控制 掌控中国的经济命脉 你看 在能源上 基本上全是国资 森大石油公司 占绝大多数的市场范围 那么 通讯 也是国资 占绝大多数的 那么 在很多地方 都是关系到国际民生的核心地方 他 国家资本 还是非常强盛的 所以 有资料 说 这个 国企啊 雇佣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劳动力 创造出三分之一的这个产值 获得了 二分之一的所有的利润 所以这个国资呢 是很厉害 虽然他雇佣的工人只占 大概二分之四分之一 但是呢 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 他占了一半 他是非常强大的骑士 他就是当全派 那么 这个西方列强呢 是希望这个 对这个 把这个国资呢 给分化瓦解 然后那个 将他给各个击破 所以 现在这个 我觉得 很多这些 那个打着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人呢 往往其他是民族主义者 他是支持国资 国家垄断资本 对这个私人资本 他站在资产系两派斗争中 他站在一边 他是维护官僚资本利益 去反对私人资本 所以这个变成了抱大腿了 这个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是很荒谬的 就是说 他们 我们要争取的是人民群众的话语权 所以呢 我们 参与到统治阶级内部的话语权的争论 其实 我觉得挺 挺 怎么说呢 就是 是不明智的 我们要获得是自己的话语权 我们自己话语权都没有 还帮着这个 这个 帮着这个统治者去镇压 这个统治阶级内部里边的 一小派 其实挺荒谬的 这是 我这么看 好的 老王刚才谈卖 还有问题吗 有问题 现在可以开卖来问一下 老王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这个 在中国 要不要搞这个民主选举 现在龙春普遍都在推行这个民主选举 如果没有选举 我们能不能保证我们的政权 它能够掌握在人民的手里 我问的就是这个 民主选举本身解决不了所有制的问题 人们群众是弱势群体 本身是一个制度问题 这个不是选举的能解决的 因为你想象这个村里边的强势人 他肯定能当选 这个你想想 你在公司里边 你打工 你能跟老板说 我们这里边应该进行个民主选举 老板说去你爸的 把你都轰走了 你没有所有制部解决 其他问题都是都是次要的 都是次要的 所以呢 这个我在西方参加 在美国我也逃过几次票 后来发现确实是一种 愚弄人的 老百姓你要 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 你可以在如何拍马屁的方式方法上 做选择 其实实际上东西你做不了东西 所以选举靠选举来改变老百姓的地位 是一种十足的空想幻想 这个人民群众地位 比如说是非法的靠自己斗争变成合法的 你比如说工会的组织权 那么美国工人他这个工会的组织权 这个罢工权 以前都是属于非法的 那是通过自己的斗争才把它变成合法的 这个不是靠投票的 选举不会把它改变 那么这里边你不斗 你不在现实的生活里边 在跟资方的斗争里边流血奋斗牺牲 你就不可能获得这些权利 靠民主投票改变不了制度 制度靠你在这个实业和资本的斗争中去改变 工人阶级争夺了自己的公会组织权 争夺了自己的罢工权 但是呢 后来他又把他的希望权寄托在议会道路上 结果呢 现在美国工会的这个成员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现在最新的公布的产业工人里边 工会这个占所有工人的百分比不到7% 这到了1919年那个组织程度了 那么加上这个政府支援的这个公会成员才百分之十几 所以这个会员率是非常低的 因为工人阶级他过多的 美国的工人过多的依靠这个民主党 希望民主党能给他一些好处 把他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制度上 这就是为什么他越来越弱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靠选举来改变制度 那是一种幻想 那咱们有的是第三世界国家 印度菲律宾哪个国家不是民主选举 每个国家不是民主国家 印度是一个实际上最最庞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呢那里边的穷人穷的真是赤贫 聊不得啊 那比中国中国人还真没见过那么贫穷的人 所以呢这个也不是说我们不要争取我们的民主权利 我们要争取 但是这个民主权利不是从投票里边来的 是在争取工人自己的组织权利 争取工人自己的罢工权利 组织他去反抗这个各种形式的镇压 通过他自己的一步步有这个阶级意识 有着阶级行为阶级组织 这样才维护他自己的权利 所以这是最根本的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通过投票之类就能不解决的问题 不知道能回答你的问题了没有 那么有个人问了说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 最根本的不同就是认为因为中国是一个国家垄断官僚资本掌权的国家 美国是私人资本掌权的国家 但是都是资本主义 美国的私人资本掌权 所以呢政府的是受私人资本雇佣的 他是资本的公仆 非常忠诚的公仆 那么中国的掌权的是他的国家资本 他是资本的主人 他不是谁的公仆 他就是资本的主人 所以他不需要为谁服务 他就为他自己服务 这是中国和这个西方的最大的差别 但是都是资本主义 回答你问题吗老王 威力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我既然潘东主义他在麦上吗 他没有 那我就再问一个 就是说 我们知道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这个国家 是吧 没有连资本主义的一点的形式民主都没有 几乎是没有是吧 极大的 这样呢 极大的阻碍了这工人运动啊 以及工人的组织形成的一个现象 是吧 极大的阻碍了这工人运动的这个形成啊 工人组织的这个力量的形成是吧 那么我们与这个资产阶级民主 这个我们争取言论自由 争取民主自由 这个目标 但是我们一定要要知道我们没有是因为敌人害怕我们有如果我们有了往往是因为我们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啊 所以你说啊你你要有那个言论自由 如果资产阶级自信到啊允许你讲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讲的话没用没人听啊 所以呢这里边呢这个啊事情很辩证的啊我老跟那些啊西方的或者是那个这个第三世界国人讲说你们那有言论自由也有民主啊你们什么都干不了 我们这没有因为当权者特别怕我们就说怕老百姓啊他当权者怕老百姓啊所以老百姓呢其实说话呢倒有分量啊啊当权者啊不自信啊所以呢不要以为这个资产阶级如果他们一旦啊认为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啊对工人阶级运动有什么好处那是一种幻想啊 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自己的觉悟性组织性战斗性那么他资产阶级内部不管他是通过民主的方法也好独裁的方法也好 那是他们内部的事啊对工人阶级关系不大的啊这是我的看法 有点迷糊啊 你排卖两行讲 呃呃杨老师你好啊 我想问一个啥就是就是你你对这个继任者继承者的数点望主你是怎么看的就美国 你没有美国人是如何看待的就这一个 没听懂 就说对继承者 的数点望主 你是如何看待的就是美国人对这样的政府是如何看待的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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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字打出来我看不懂 他继承望主啊数点望主什么意思你给我给我给我 对继承者的数点望主对政府你是如何看待的 嗯我不知道 没没没没怎么想这个你你你你说他啊 哎这还是还是从阶级呃阶级观点看问题的这东西不是旺本不旺本的事啊 他是呃你前党这些呃呃走资派们上台的时候人家也是打江山的呀呃就说人家当时呢是呃中国革命人家也是付出了很多代价了呃新代的所谓官二代红二代他们的父母也是付出很多代价了你凭什么说人家忘本了呃人家就说他呃就就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以后在中国建立什么样一个国家他们意见不一样啊那些呃走资派们的毛泽 所以这个呃党时代的那个走资派们他们要求呃他们当家做主啊他们不要求人民当家做主啊那么这个人民群众啊要学会呃呃当家做主这不容易啊所以文化革命中是一种探索就失败了啊这里边有理论上的刚刚开始不太清楚啊一个没有把官僚特权和自权的法权去分开来 一个没有把群众监督制度化啊所以这个呃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的关系没有呃没有弄明白理论上没有弄清楚啊实际上没有弄好啊这些都是造成为什么走资派上台了但你说人家是忘本人家还不承认的因为这里边呃很多那些当权派当时打仗的时候呃出生入死 人家觉得解放以后呢就该享受享受了呃老百姓里边很多人也认同他们享受呃是他们的子女呃胡作非为老百姓看不惯但对老干部呃享受特权老百姓一点怨言都没有啊呃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呃根本问题不在于他是不是忘本了呃人家这是一个就说这个呃那场革命到底是为谁呃呃呃是呃是呃 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啊为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而搞的革命呢还是为了改朝换代进行的一场革命啊所以很多人呢呃呃还是呃打家山坐江山的思想还是改朝换代的思想啊像毛主义那种呃特别呃警提中呃周期率的人呢是少数啊党内多数呢还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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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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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是他本来就没有认为他自己闹革命是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而奋斗的 他是带有很多封建色彩 带有很多资产力也是这种 就是说努力半天 然后自己可以当地打天下做天下的思想 凤华中报问我是如何区分官僚特权和资产级的法权 资产级法权核心东西 就是按戈达高领批判里边提到的按劳分配这方面的东西 就是说你比如说知识分子他受的教育多 他就应该工资应该高 技术高的人就应该工资高 干活干得越卖力的人就应该多分配 这是属于资产级法权 他是以这个平等交换作为基础的 就是说你干的越多你获得的也应该越多 这是资产级法权的一部分 当然资产级法权还有还包括了就是比如说这个我是资本的所有者 我应该分红 那么这一部分资产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承认的 资本不分红 劳动分红资本不分红 这个是社会主义条件里边反对的一部分资产级法权 保护一部分资产级法权 反对的是资本分红 保护的是劳动分红 就说多劳多得 那么官僚特权呢 它是随着这个职责的高低而分配的多少有差别 这个东西 因为职责呢 是人民委托一些人去管理的 你说他付出的操心多 那给他加倍工资也顶多了 对吧 你说他一般老百姓干八小时就完了 那他当管理者 他一天操心十多个小时 那行 给他加一倍的工资 顶多加一倍啊 但是不会是成倍成倍的增加 所以就官僚特权呢 他是和官位挂钩的 不是和这个啊 多劳多得 或者是按这个啊 你看中国过去其实啊 比较崇拜的是这个啊 资格啊 资格你是党龄多少 你的工龄多少 对吧 你的年龄多少啊 资格越劳啊 分配越多 可以 这个可以承认啊 这个啊 这种资产级法权 他的腐蚀性不大 你就是说这个 党龄越长的 呃 待遇应该越高 啊 这个啊 本身不腐 没有腐蚀性 啊 这个啊 因为他啊 他不会造成这个啊 他不会造成啊 升官发财 啊 罢官丢财啊 我们就是要啊 呃 区别三级法权和官僚特权 就是要避免你种升官发财 罢官丢财的这么个机制啊 让人人都有个铁发瓦啊 不管你升多高 降多低 你的待遇 你说 哦 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啊 啊 如果毛泽东实在 你刚才说那个观点 我赞认就是资本主义 他那个民主是为自有制服的 如果毛泽东实在是公有制 如果建立了民主制度 也为我们公有制服 那么中国会不会出现这种复辟的现象 你怎么看待委内瑞拉 他这个民主选举的问题 就这两个问题 啊 委内瑞拉他实际 还是在私有之下 那个不是社会主义 他是私有之下 委内瑞拉属于那种民主自然界级 反抗西方列强 帝国主义 他是一个强烈民主主义者的 但是他不是社会主义 不是 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 就社会主义这个词啊 其实有很多定义 咱们现在让那个 这三十年的宣传 弄得虚的糊涂了 我所讲的社会主义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 不是 共产党宣言里所批判的 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 现在人们把什么叫社会主义 就是说政府对经济有干预 就属于社会主义 这种是庸俗的 这种实际上是歪曲的 真正社会主义 不是包含一个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而是人民群人当家做主 是工人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社会主义 那是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 其他的社会主义都是 形形色色的一种 尤其是落后国家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是普遍现象 所以很多这种 所谓社会主义 那不是真正我们所说的 马克思主义观点上的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 所以把这弄清楚了 那么这个 这是委内人 那么你刚才说 逃逸问题是什么来着 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哦对 毛宗时代的民主 通过民主方法 是不是能避免这个 组织派掌权 我觉得这东西 其实你看 这个人民群众 不光是群众 无产人工人阶级 自己的政党 都要在这个理论上 实际上弄清楚 什么是走资派 怎么去防备走资派 篡党夺权 你看 无法大革命中 保皇派是大多数 这个里边反映两个问题 一个是人民群众 没有认识到自己 当家做主的重要性 以为有个善良的统治者就好了 这是一个比较奴化 奴化思想 一个影响 但是反过来也证明 保皇派是多数 就说明当时的政权的性质 确实是受 是受人民认同的 如果多数都是造反派 那说明 多数人的对政权 是不认同的 其实那时候 人们对政权 还是认同的 所以这里 从反面也说明了 就说人们群众 必须吃一欠 才能长一智 没有这个反复 没有资产机 重新掌权 这个经验教训 将来的无产机器还会犯 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这里边呢 人们所要总结经验的 就是说 这个人不吃一欠 不长一智 你小时候你学骑轻车 你没摔过跤 是不可能的 你肯定要摔跤的 人民群众 是通过这个 一个政权的变更 才能认识到 这个人民群众 监督自己政党 在社会议体制下 监督自己政党的重要性 不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民主选举的问题 因为 走资派 那个当权者 他很容易用 利用人们的 短期目标 然后会鬼祸 这个鬼祸群众 会这个收买 拉拢 分化瓦解 都是群众打拍仗 打多厉害呀 你说 在打拍仗的时候 你怎么去解决问题 靠民主选举 那么少数人不认同怎么办 所以这里边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 不是那么简单的 就是说 通过民主的方法 就能克服 走资派上台 这里边人民群众 要是认识不到 这个 如何正确处理 两类不同性质矛盾 怎么避免被一些人 这个 别有用心的 利用群众之间的分歧 挑拨群众斗群众 怎么去认识到 这个少数 服务多数的重要性 认识到 既要有 大家的这个 言论自由 又要遵守 少数 服务多数 要 就是 保护群众的 这个 舆论 监督的作用 同时还要克服 大多数人中的 资产理想 资产理思想 这个是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所以呢 不是那么简单 就通过形式民主 所能克服的问题 所以呢 我觉得 将来的无产阶级 一定要 认识到 什么叫走资派 就是 关键是 捍卫官僚特权 反对群众监督 把这个弄清楚了 那么这个 走资派掌权的 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 但是没保证 这些东西 将来走资派 会肯定有什么新的办法 去 掌握这个 政权 难说 但是呢 人们必须经过 反反复复的 经验教训 才会总结出来 怎么去对付 资产阶级 这个矛盾时代 他就是 资产一从前门 被打败了 他又从后门出 进来了 又掌握权力了 所以这个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 不是一个 一个个人问题 他是一个 习惯势力 是一种整个的文化 传统 分俗 这个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不清楚的时候 很容易被资产阶级 被走资派所迷惑 用通过民主的方法 把资产阶级选上台 也完全可能的 法西斯 希特勒 就是被老百姓选上去的 那样的例子 有的是 不能 所以不能 依靠 把希望寄托在民主程序上 是徒劳的 这是我的结论 讲座 就到此结束吧 感谢杨克平老师 来到 红旗新星年 给大家 讲了一场 非常精彩的讲座 感谢 请大家 谢花 别别 好了好了 谢谢 没事 好 那我也下去了 谢谢